好 謝謝 各成四天特別選舉 民進黨六千塊早期 是開國際記者會 公調說 兩者的政策會維持行蹤 也會演織副總統的路線 民進黨的各問題 就在台南掃街拜票 各問題YouTube的平台 也已經超過百萬的賣賞 國民黨的好友誼 今天是在新北市 幫立委的好三人站台 也公調說一定會提供 年輕人買家不用頭幾款的政策 阿波就要針對會試來開記者會 要求六千塊要表態 特別用全英文來提出 選整途頭算四天 民進黨政府總統候選人 六千塊早美金 高興國際記者會 他們關心的是兩款議題 六千塊強調說會演織副總統的政策 維持很重 臺灣已經是一個擁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另行宣布獨立的必要 六千塊別說到中國 利用戰爭和和平的選項 想要來影響選舉 如果既定的人動選 就不是選總統是選敵手 阿波加油 謝謝大家 民眾黨的各問題是繼續在台南 做車隊的騷擱 找到從官邏出發 最近關門台的YouTube賓賭 定位數十九百萬 變成臺灣政黨的第一人 他也自己說要完成 政府最一百年前 沒有完成的事情 就這樣啦 一般來講 本來就是支持者的熱情 到越接近投票會越高 所以在臺灣的歷史上 也很難再找到一個說 他會一直在宣揚他裡面 我看上一個叫蔣衛水 我每次在信裡面在想說 我們是蔣衛水一百年前 沒有完全的 民主在車頂也 鄉吉之下發言說 要扭出來是大人的票 這也是最未決勝敗的 關鍵 國民黨 總統好選人 有他的車騷擾也沒停 一早對新北市拿口出發 先帶自己的立委好選人 要扭什麼 說到青年 機身關處的問題 中心自己的勉強 機款的政策 可以來幫助青年 政府要給市列 和經濟 我們的市列要給我們去的勞工朋友 給年輕朋友 趕快拿大幅度的加薪 這些都是我們一分 把它做到位的 讓記者綜合報道